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少港人都会关心 如何改善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除了均衡饮食 充足休息和适量运动 这些健康之道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另类的方法呢 今集的主讲嘉宾 是著名导演闫浩先生 他会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养生之道 如何借助改变日常饮食 作息和控制情绪等等 来到改善身体机能 提升免疫力 还通过这些例子 向我们讲解排毒 和天然疗法的成功例子 很多人问我养生应该如何开始 我记得有个故事 有个人问老禅师 他说老师傅 我想误导 我应该如何开始 老师傅就拿着茶壶 和他倒茶 針針針針針到前面的茶杯都满了,还继续針 有个人说老师傅满了,不就满了 老师傅说,你不将你的隔夜茶水倒掉 新鲜茶水怎么放在你的杯子里呢? 我们现在将这番话翻译成养生 即是说你要先排毒,才可以开始养生 所以养生从排毒开始 油拔法是排毒的有效简单方法 什么是油拔法呢? 很简单来说,就是用油浪厚 油拔法是哪里来的呢? 它是起源于一个印度很古老的医疗技术 叫做阿欲肺陀 起码有两千年的历史 阿欲肺陀的结论,人的身体和心理是由三个元素组成的 即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三个元素 这三个元素包括我们的神经 酵素和黏形 这些酵素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酵素是生命的开始 就是水太好四处 有时候的水放 emphas 它能见到面被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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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y 你去泡酒、做些泡菜,开始起泡,这就是生命的开始 我们人都是瀑瀑瀑瀑的开始 人体到处都是这些东西 但只要口里面才有这三种元素 同时可以与外界互动 含这一刻有,里面是浪,就与外界互动 而且口腔和舌上的神经是最为敏锐的 他们发出的信息是辐射身体里面每一个细胞 由拔法之所以可以改善很多病 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 2011年8月开始 我接到越来越多的读者来讯 就分享由拔法改善了他们的健康 现在我随便举一些例子 有个Ms.Lo说 由拔法是非常有效 我在波士等的两个阿姨本来有高血压 虽然一直以来服西药 但也没有办法把血压控制在正常的水平 我介绍他们用油拔法 一段时间之后 血压稳定了,也受到控制了 第二封信 我叫阿娜 我32岁 油拔法之后的几个星期 很意外,我平时常常便秘 现在每天都有大便 而且是很多的 我手指甲之前是很黄的 现在白了 但是十个手指都有很多殖民 之前我半夜起床小便是两至三次的 现在会减到一次,有时都没有了 我以前的月经是非常不稳定的 经常狠搞都没来 由拔法之后准时了 虽然两祖依然比较少 另外一个是老逆思 我向来夜睡 不肯上床 几年前在工作之外 还要应付专业考试 在压力之下身体出了毛病 暗瘡爆发情绪 疑怒疑怒 低落悲观 晚上不容易睡 早上起来狠累 长期全身根骨也是崩硬 即是颈很硬 颈部转到一个位置变痛 我只是三十出头 看检报告又说我很健康 以下是我做油白发经验 第一,皮肤好像更加有弹性和水分 做了两天 家人说我的面色 没有以前这么暗 明亮了 好了 第二就是睡眠 第一,做的效果简直是意想不到的 上床之前都已经想眼睡了 上床之后就很快睡着 而且是深睡的 第二天猪猴祖起床 觉得样子发光 身体的时钟 好像在被调教之中 陆逆思是在早上和睡前 各做一次又不发 每一次胸肚做足二十分钟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案例都是收集在我的书里面 油白发用的冷炸植物油 就有冷炸芝麻油 或者葵花籽油 椰子油 甜杏仁油 茶花油 橄榄油 那油白发是怎样做呢 一早起床后就胸肚 胸肚去了厕所之后 不要拆牙 就含一汤匙的油 在这两个大牙之间 这样 这样 进来又去 就不要含着不动 有些人就跟我说 油白发油了很久都没用了 我说你怎样含着就含着它 那你没有动到没有 要动的吗 那你没用的 你含着它干什么呢 你先含着它 即是叫你含着它 它不是叫你含着它 含着之后 你含着之后 大概十五至二十分钟之后 如果看你用什么油 如果口水是足够的 那些油就会变成奶白色的 接着就吻它 吻它之后 就用一些盐水含着 接着就先去拆牙 开始吃东西 这样 任何人五岁以上都可以做油白发的 妇女和大肚和月经期间都可以练习 如果要假牙 最好先把假牙取它 怕它拖出来 如果想做多过一次 就要在吃饭之后 起码要等四个小时 譬如我吃完晚饭 我都想做那又怎样 譬如你六点钟吃饭 七点钟吃饭 八九十 勉强说十点半 我想都可以 那我拖了口就睡觉 但如果你喝了东西之后 都要喝任何东西之后 包括水 你之后都要等一个小时才拖 其实是怕你吐出来的 因为你喝了水 你马上去浪 你可能会想吐 其实是这样的原因 但我今天会一再强调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想着吃什么秘方 或者用什么偏方 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 或者身体就会永健康 这个是不可能的 要特别注意对身体的全面照顾 避开不适合自己的食物 不要过路 不要晚睡 要控制脾气 要运动 还有要持之以恒 我知道一两样东西是很难达到的 叫你吃少一点 走一走都行 但是叫你早睡是很难的 你香港人说 早睡 几点才叫早睡 其实最好是十点 我跟你说 人的时钟会有这个教的 就是你年纪慢慢长大 比如你到了五六十岁之后 你想早睡 你想早睡早到九点睡 已经暴露了我年纪 我现在最想的就是 九点钟睡觉 而且你自然慢慢就会教到 你早上五点到六点就醒了 这个就是 天然的人的生物钟 其实就是这样的 重要的事情很难教人 就是 不要发脾气 控制情绪 这个真的很难 我跟你说 根据这个资料 就算我们饮食怎样健康 我们早睡 我们的运动 我们都做了应该做的事 但是如果你经常压力大 你一样会得病的 因为根据资料 百分之八十的健康因素 是来自于你的情绪 其实这件事我深有体会 因为我吃饮食 早睡 差不多都挺乖 但是一轮 心急 压力大 你只要连续两个星期 身健康就小了 整个人 躲在那里 我跟你说 怎么躲在那里 很具体地跟你说 哇 整个人都发猛 整个人都好像猛症到不得了 他全身又发热了 干火旺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情绪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每一次有这些事情来的时候 就要跟自己说 唉 不怪控制情绪 控制不了情绪 第一个反感觉就是你老婆 或者你老公 常常跟你吵架 那是更大的事 我们养生的专长 是恢复人体的免疫系统 西医和中医也各有自己的专长 如果从分工来划分 西医就善于堵截 割、抗生素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堵截 看到有些水来 就马上去 先截了些水 无论如何 先截了些水 对不对 中医是善于调理的 哇 发大水 中医就会 好像 将河流挖一下 挖一下 让水流下去 对不对 这样 那一刻 养生是恃于恢复的 养生就会问 为什么水会无端端发大水呢 哦 这里的山 又挖了 那里的树 又斩了 那不如我们试试 将那些山 又恢复 那些山 不要挖那么多 是不是 那些树 再种回它 它就慢慢 自然 改 改好 其实 这个就是养生 我们做的事 养生 不是搞医病的 我们不是帮人医病 我也不是医生 这个很重要 我只是不停地 和大家分享一种 养生的知识 养生知识就是说 恢复回人本来的 大自然做我们的蓝图 恢复回我们的内藏 那个免疫系统 那个治愈的能力 于是你有病 它会慢慢慢慢自己好 其实我们正在做的事 就是这件事 你未必是另类疗法的粉丝 但是可以通过了解 你手上的工具 在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会善用这三种工具 最后的得益人 都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的家人 比如在手术之后的 调理和保养 或者一些在西伊眼中 都不是病的 这儿痛 那儿不舒服 长期的牙健康 这些情况 都会在大部分人身上 都会发生的 这些都可能是属于养生的范围 接着就继续讲排毒 我们的腸 我们的腸道 是我们身体排毒的第一防线 就好像国家的第一线的防御城墙 大家听到腸道 就想起排便的问题 但是有多少人才知道 怎样才不叫便秘呢 我经常都问这些人 你有没有便秘 没有 没有 你平时大便的习惯是怎样的 两天生日 一定有一次大便的 两天三天一次大便 他就觉得是正常 其实呢 一天有三次大便 才叫正常 一天有三次正常成型的大便 就叫最理想 有一次就叫正常 所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问题 觉得大便不是问题 有些都可以了 其实不是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长度健康为何这么重要呢 偏头痛 神经痛 关节炎 腰痛 等等等等 大部分问题都是从长度问题引起的 所以我们请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有便秘问题的朋友 这些症状会不会在便秘的时候 会更加特别严重呢 当长度无法正常排毒的时候 身体就会产生一种中毒的现象 表面上跟长度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肝 肾 心血管病 糖尿病 中风 角类皮肤病 胆囊和胰壮的机能失调 脊椎痛 腰痛 身体又出现病毒 这种 还有些奇难杂症 我有一个朋友做导演 他的手放在那里会自己跳 不知道什么事 其实你问他有没有便秘 他是有便秘的 这个是不是有一个中间的联系呢 因为长度健康 是牵涉很大很大的 请牢牢记住 当长度无法正常排毒的时候 你带阶的那些物体 即是垃圾 你排不走 你长度里面的恶菌 就会多过好菌 免疫系统会有很大的负荷 我们吃什么好东西都无法吸收和利用 更加重要的发现 是知道了腸和大脑的关系 他们发现了腸是我们人的第二个大脑 脑的问题 从情绪到脑退化 自闭症都可能和腸的健康 是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很多很多来信分享的 读者里面有一个案例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 被医院确诊为初期的脑退化 他写信给我 我发现他跟其他大部分的脑退化的朋友一样 他在这个脑退化之前的很多年 在说十几年二十几年 他已经有消化的问题 以及有便秘的问题 也一定会有睡不着觉 以及失眠的问题 基本上是离不开的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的免疫系统就开始崩溃 所以这个脑退化 只是这个免疫系统崩溃的冰山的一角 就是你后面有很多东西 你不解决后面一串一串的东西 脑退化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所以根据香港医管局的指引 就是说你一个人的脑溃血 脑出血是可以医得到的 但是脑退化到今时今日 主流医学认为是没得搞的 我自己对脑退化的问题 就相当之有感受 我大脑的脑退化是属于失智的 后来就介绍他吃一些叫益生菌 我们人体的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益生菌 可以帮他改善脑的问题 还有饮食要注意一点 后来我就发现了 有一种治疗方式是教你做动作 比如教你的眼睛用来移动 两边看 教你聊天 这一套方法就是 第二次世界战左右 一个德国犹太人发明的 香港也有人学了这套东西 然后找到一个女生去教他 他一直都会有进步 接着我要和大家强调 我们刚才开始说的 必须要重视睡眠的问题 睡眠问题 在有消化问题 便秘或者长期 我一套人的中间是很普遍的 首先睡眠本身是直接影响到大脑排毒 根据近期的研究发现 大脑一年之中产生的垃圾 是有一个头那么重的 那么大脑的垃圾如何清除呢 这些真的是最近这几年才发现 我们不睡觉 我们不进入深层的睡眠 我们大脑是无法清理垃圾的 他是不是很神奇的 在我们这个入睡 和睡得好的时候 我们大脑的组织会缩小一点 它会缩小一点 就让那些垃圾排出来 所以那些科学家形容的是 大脑其实是很忙的 日头一日他帮你处理很多问题 到晚上大家关灯了 回家了 他就开始清洁工出来和你清洗了 但是你不睡觉 清洁工就不会出来的 所以睡觉是很重要的 睡觉是你不睡好地睡觉 你的脑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好了 那么我们讲 如何去保持这个长度健康呢 平时饮食 我们要多吃一些善食的纤维 比如粗粮 蔬菜 除了每天要饮够水之外 还应该补充益生菌 我们长度中最重要的盲油 是益生菌来的 我们的益生菌是看不到的 还有 益生菌是不可以从我们的 量胎尿炎带出来的 量益生菌是必须补充的 我们肠里面的益生菌是多少 你看不到的益生菌 有两公斤那么重 还有益生菌是超过一千种 这些益生菌如果数量少了 不过你的病就来了 抗生素会大量的伤害益生菌 抗生素一下去就像炸弹 好菌就散 益生菌就散 所以最近政府也出过一个短片 就跟大家说 你吃抗生素 麻烦你同时要吃益生菌 否则不然就没那么好 还有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我们每次吃进肚里面的食物 每次啊 每次吃进我们的肚里面的食物 都能跟我们的基因打交道 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的进化过程里面 从来没机会 每日都吃大量食品吃到 呼吸不到气的 不可能 可能有一天到两天抓到一只鹿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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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到四天就肚子了 是这样很艰苦的情形 在食物不多的情形之下 形成我们的基因的 以及我们的祖先是从来没吃过垃圾食品的 现在现代的饮食是挑战自然人的遗传基因 也等于破坏我们身体里面益生菌生存的环境 即是好人越来越少,坏人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分分秒秒进行这些细菌的生化大战 益生菌当然是保皇党,细菌就是魔君 不是医生菌赢,就是病菌赢 但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内容 就是主导这场生死大战的重要法码 我们要帮我们的基因,我们的健康在我们的嘴边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份最新的临床研究报告 因为通过人体试验有突破性的发现,我证实了两点 第一就是有大肠癌的患者,肠道和糞便里面有大量的某些恶菌 第二就是口服的益生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产生很大的效益 将肠癌的恶菌大幅减少,而且增加很多种有助抗癌和抗发炎的益菌 这个意味着益生菌可以医很多种病症,包括一些癌症正确的方向 越来越多这方面的研究去识别什么菌种可以用来医什么病 这个研究就刚刚登了在一份有关长度健康的专门医学刊物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后面有一个这样的连续就是这份杂志 我们就未必需要益生菌来医病,但起码我们可以用它来保健和预防长度引发的疾病 包括以上讲的种种病,还有经常去扫肚 我们经常去扫肚的医生说这些叫抢流症,或者是抢击综合症 有些朋友其实到了不敢去戒程度,因为要找厕所,经常都要找厕所去肚饿 这些其实是,如果看西医,可能是类固醇的一样 但是这个自然疗法来说,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改善这个问题 还有濕疹,皮肤病等,都是很需要益生菌 因为皮肤病尤其是很多人濕疹,大人又是,BB又是 其实都是在腸里面出的问题 你给它补充回医生菌,它就会很快好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越来越多的人体试验 亦都开始尝试证明脑退化和尿病自闭症,多动症 和长度的医生菌的关系 即使医生菌是和这些表面上和腸没有关系的东西 都有很大的医疗作用 根据网上香港自闭症联盟,它这么说 长度组织内长期存在病毒,真菌和病菌 这些病症构成了许多自闭症儿童的主要病因 不是大脑出的问题,是腸出的问题 所以很多我们明明觉得不关于腸的事 我们好好地照顾了腸,照顾了我们的饮食 它不知为什么会痊愈的 不知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你的免疫系统痊愈的痊愈 于是它的治愈功能反过来 它就会慢慢有病,自己痊愈了 其实就是这么多 除了补充医生菌之外,我们还应该戒口 戒口我们不适合自己的体质 或者会引发皮肤敏感的食物 有很多人对小麦、对牛奶都会不耐受 即是体质很难消化和代謝食物 如果有这些情况,但又不想面对 这些很难排除的食物 就会留在腸里发酵和喂恶菌 帮助魔君繁殖子子酸酸 甚至是从腸壁里滲入血管 令免疫系统持续紧张 不断地发放抗体排敌 即是不断地用免疫系统被刺激得很厉害 不断地去打仗 所以通常这些人会经常痒 这边痒,那边痒,生病 周围不舒服,发炎 因为免疫系统被这些不应该吃的东西刺激得很大 他以为每天都遇到敌人 他就跑出来打仗 令我们经常不舒服 一切食物里面对身体危害最大的是糖 我说的糖主要是白糖做的食物 太多的甜品、汽水、糕点是重大健康问题 糖是甜物的杀手 都是魔君的无间刀 血管破裂、脑退化 或者肿瘤不停地长大 癌细胞扩散、皮肤病 全部都是跟糖有关的 而且我们吃太多的食物都会转化成糖 下面的资料都不是真的 在大陆每十秒钟增加一个糖尿病人 十秒钟 在世界上每三秒钟 一二三 多一个失智病人 一二三可能已经失智了 你知不知道 失智的问题是更加严重更加可怕 因为很多失智病人 不知道自己已经是踩界的 这件事是很严重的问题 每三秒钟多个 糖尿病人每十秒钟多个 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这些都是跟现代人反基因的饮食有关的 因为你帮不到基因的经营 就发狂病了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怎样知道有哪些食物 是我们身体不耐受 消化很困难的呢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一个很完美的 绝对准备的办法 但有几个途径 是值得参考的 有一种叫做皮肤点刺测试 厌血 还有叫做生物共振测试 各有各有功效的 我喜欢用生物共振 因为它是不痛 而且不用抽血 那什么叫做生物共振呢 待会我会多说些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都是自己 每次你吃完一顿饭之后 你研究一下 你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 是有哪些不舒服 如果你发现我吃完 不知为什么吃完面包 我开始肚痛了 我跟你说好些东西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面包那样完全无害的东西 我不止一个读者 就告诉我 他说我只有三十多四十岁 我的孩子很小 但我终于跟我说 你到五十岁 你一小就睡在床上 你不能动 他就吓得死 我说你详细 把你的饮食习惯告诉我 说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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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吃这些面包 我喜欢做面包 我学做糕点 我每天都有一两餐 我都要吃面包 你要想 你要记得一样东西 就是说 面粉浸水之后 很螺螺螺螺螺 螺螺螺螺螺 你经常吃着它 腸壁 推不出食物 就好像地板很滑 那些狗仔在上面跑 你跑不到 跑不到 地板滑 所以吃这些东西 多 面包 但你又不学西人的同时 吃很多生的沙律 让它制造纤维 对它冲出去 一定会出事 如果腸出事 尤其是便秘 或者经常呱吐 他会走很困难 腰肠是痛的 人家常说 腰椎有什么问题 有些读者 他把腸的问题解决之后 他走回就没有事 他腰一点都不痛 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吃完一顿饭之后 你会 里面一样东西 弄得你很不舒服 然后逐样逐样的 将这些东西 剔除了 这样 每一次 譬如说 我吃了面包会不舒服的 我试一下 再三个月 然后如果三个月之内 都没有事发生过 那你知道这件事 你以后就没有碰它 这个过程是很长 是需要耐心 而且是 你要自己搞定 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 靠你老婆 靠你老公 或者靠Maria 去帮你搞的东西 你自己搞的 那接着呢 知道解口的重要之后 应该吃什么食物呢 有些很多不同颜色的 有生命力的新鲜蔬果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吃的东西 而且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身体 缺少什么维他命 缺少什么矿物质 接着就要补充 而且就要补充一些很重要的 抗氧化物质 去帮助我们身体 塑造自由基 这些维他命矿物质的东西 我们身体年轻的时候 它会自己制造的 但是过了六十岁之后 很多东西都做不到出来 所以你过了六十岁之后 你要很主动地 在我们身体里面 缺少了什么 通常会缺少了 比如 尾 身 钙 维他命B 这些是经常缺少的东西 而且 过了六十岁之后 你是不会知道自己的口渴 所以很容易就 很容易就 你会觉得很累 你去吃补品 你去看医生 其实你什么病都没有 你只要喝水 你可能病都没有了 尤其是流感季节 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经常令到你的喉 是稳稳的 因为细菌 它会让你干的走出来 它濕 它就不见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过程 有些人说 我不喝水 为什么 我经常都要去厕所 我很厉害去厕所 于是他喝水喝得很少 那你就想一下自己 你就住在香港 我叫你不准洗澡 我不洗澡 我不洗澡 你一天不洗澡 你都臭了 那你有没有可能不洗澡呢 你要经常洗澡 洗澡两次三次都可以 你觉得不是不行的 你身体里面也是这样的 你不喝水 谁来和你排毒呢 所以喝水 是最简单 也是最基本的一种排毒方法 有个人叫Dr.William Lee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位 美国的主流医生 他是一位肿瘤癌症专家 几年前 大概在10年左右 他就发表了一场很重要的演讲 主题就是 如何利用食物去饿死癌细胞 他发现癌细胞在人体内可以生存 是因为身体出现了異常血管增生 那便为癌细胞提供了营养 如果截断这些異常血管增生 癌细胞便会饿死 何为異常血管增生呢 正常血管增生呢 是我们一定需要的 譬如我们弄伤的时候 会生疤癌 支持这些疤癌的东西 就叫做正常血管增生 帮他们医治好那些伤口 女性的周期 子宫里面的子宫膜换 都要靠正常血管增生 帮她冲走 所以女性经常会失很多血 因为她需要的血就冲回去 但是異常血管增生呢 他们是怎样来的呢 就是太多甜的东西 太多不适合的食品 于是她弄了一个肿瘤 支持这些肿瘤的就是異常血管增生 但是Dr.William Lee和他的团队就发现 他们比较了药物和食物的功效 发现饿死肿瘤的好药竟然来自于脱房 就是这些食物 基本上你记住一件事 所有的菜 都是有这些饿死癌细胞的功能 而且是帮我们医治好身体的功能 还有 鱼和海参 都是对这些饿死癌细胞很有帮助的 哈佛大学 曾经做过一个有8万人的研究 发现番茄里面的企虹素 是有抗异常血管增生的功效 就是番茄只是其中之一 特别是医治前列腺癌 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番茄是必须先用油 轻轻炒炒 因为番茄里面的企虹素 是滋溶性的 即使用油炒炒它 它才会走出来 如果这样煮 功效没有那么好 很多人喜欢生吃番茄 生吃番茄的功效可能没有那么好 最好都是用油炒炒它 番茄和蒜头 都是我经常鼓励大家多吃的食物 因为蒜头里面的大蒜素 有很强烈的杀菌功效 尤其是可以清除腸道里面的炼猪菌 炼猪菌 炼猪菌经常都搞到我们这边痕 那边痕的东西 我也教过大家去做黑蒜 或者喝蒜头水 这些都是可以避免蒜头的辣度和臭的 总而强调了什么呢 Dr. Whittem Ney 发现肿瘤和我们体内的脂肪 是同一个妈妈生的 即使我们大肚子里面的脂肪 都是需要靠以上的血管增生 去供它营养的 这两个病因是同一个妈妈生的 因此可以饿死癌细胞的食物 都一样有减肥的作用 反过来说 肥也可以引来大病 因为根本是一种异常的血管增生的结果 大家可以记住Dr. Whittem Ney 上网查 他这个演讲大概是20分钟左右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 是有中文字幕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里面曾经说 人类有70种病 70种病的医疗方法 都是一样的 吃得好 是用这些厨房里面的食物 医疗效果比药物更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讲的东西 我曾经推荐过另外一个 印度的食疗古方 是对通血管很有效的 可以有效消除血管里面 最早把这种东西放上网 那个人 就是他的血管 都塞了三条 医生叫他三个星期之后 就要通血管了 他就学了这一招之后 三个星期每天吃一匙 这样就通血管了 我一个朋友 他吃胆固醇药 胆固醇药 吃了不知多少年 昨天医生跟他说 胆固醇 身体里面自己做出来的 你吃其实是影响不到的 其实一年前我都跟他说 因为我们经常吃饭 我说胆固醇 你不用担心 因为美国政府都跟我们说 没有这件事 现在突然香港医生 开始说这件事 有点要强调 不是你的胆固醇出的问题 是你的血脂出的问题 但问题是没有药 可以跟我们去血脂 我们去踏橋 去通波仔 我们没有解决血脂问题 他的血脂还是不停在里面 不停地堆积 所以你做到血管 这些什么脂架之后 你可能没有 几年之后 你再做多一次 又再做多一次 因为你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根本问题是血脂 但是这个 这么简单 股方不值钱的东西 他真的帮你通道血管 这个Dr.William Lee 还说 对这个世界 许多人来说 用这个食疗去医癌症 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唯一的选择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负担 末期癌症治疗的费用 但是每个人 不论在任何国家和地域 都可以通过食疗受胃 我自己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很开明 和很理性的医生 人类是没有完美的医学 没有的 天然遥法 绝对不是万能 但是呢 有可能呢 是为主流医学去补一个空白 所以我们大家 我们作为一个用家 我们大家 开放一点 我们开放一点 看看我们手边有什么工具 是帮我们自己 和我们自己的亲人 改善到健康 我们的饮食应该尽量是多菜小肉 多乳小红肉 多运动小饮酒 每一餐呢 只是吃七分饱 千万不要通过挨饿 去达到这个减肥的目的 因为没有人是可以 忍得着天天挨饿的 所以是不可以坚持 也不可能成功的 减肥的人为了饱肚 有可能吃更多的白饭和白面 这类的精製 淀粉质物的问题 就是那些升糖指数会很快 你吃很多面 很多饭 因为我吃少很多肉 我减肥 我要饿瘦我自己 但其实是不可能 每天都这样的 所以这些減饿自己的人 后来他会吃得更多 更加肥了 为什么我自己都知道 因为我自己都试过 吃一些减肥 靠饿自己来 减肥的痛苦和陷阱 我其实真的知道很多 后来我就发现了 这些新兴超级食物 这个新兴超级食物 我是很强力推荐 我说说我自己的经验 我用这些食物 基本代替了三餐食的 饭和面 才最后解决了 减肥大力的饥饿问题 这些食物是属于菊物 是菊来的 它有盐菜籽 有黎麦 有奇亚籽 它们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抗物质和维他命 奇亚籽有非常丰富的奥米加三脂肪酸 是维持心血管健康 避免器官发炎的重要脂肪酸 我们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要多吃些蛋白质 通常就是蛋白质 我们要多吃些肉 但问题就是 年纪大了之后 消化系统是慢慢退化的 消化的能力没有那么强 这个时候 你叫我再多吃些肉 我失败了两钱 因此我们要重新想 到底哪里可以得到蛋白质 让我们吃得强壮呢 植物 植物呢 不是所有植物 都要很丰富的蛋白质 偏偏 我现在跟你介绍的这些 是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你要减肥 你要等到自己身体好些 你要饿死那些 以上的血管增生 这些食物 我建议是放在我们的饭桌上面 我自己平时怎么吃的呢 我平时会在晚上 用半杯饮菜籽 就加一半杯礼物 它们这些是菊来的 所以里面有草酸的 那你要晚上呢 你要浸过晚 浸一晚倒些水 到第二天呢 你加三杯水 或者两杯 你喜欢稠的 加多些 喜欢不稠的 加少些 两到三杯水呢 就放在电饭煲里煮 那你吃那时候呢 就加一只用油炒的番茄 那就加一汤匙椰子油 你每天早饭都这样吃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上班呢 你做一盆饭 带回公司吃 你一直吃 代替白饭和白面 你看看自己有什么变化 很快你发现 可能一日两天之后 你发现 大便很多 它是同时有非常高纤维的食物 是非常好的食物 所以现在这些食物 都在地球有 就差不多有它了 但是呢 也很多年没人吃了 现在被西方发现 就是说 这个是新兴的食物 所以这个 乳航员 上天的人 都拿去吃 奇亚子呢 就不能当饭吃 奇亚子呢 就是在两餐之间 肚饿的时候 用水 把泡发大之后 用来喝的 这样就用一汤匙的奇亚子 浸在蜜糖水里面 浸20分钟 这些奇亚子 遇到水会发大 所以就不能干 我就会加一到两茶匙的花粉 两餐之间喝 你会觉得很有力 避免你两餐之间 又去吃点朱古力 吃点面包 吃点饼干 吃点东西 吃点东西 不需要吃的东西 很具体的方法 而且很有效 而且我现在在说这些东西 基本上是 如果你上网查 对糖尿病 都有很大的改善作用 布韦食尿 这位是布韦博士 布韦食尿 是一个通过读者推荐 我在几年前打入 去香港社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食尿 他是70年前 德国的布韦博士发明的 食材是一些指定的 芝士和冷炸的麻糬油 譬如麻糊芝士 譬如欧洲的鲜芝士 它的食尿功能 是为了细胞排毒 和补充健康的脂肪酸 为何要强调补充健康的脂肪酸 因为我们的人 我们的细胞 好像一个电池 我们的细胞 也好像一个电池 我们的细胞膜 和细胞核 就是一个负极 一个正极 我们的细胞膜 外面这一层 全部都是一层脂肪 脂肪就是和我们的细胞膜 来充电的东西 我们的手机不充电 都摊了 我们的细胞充电 是没有智力的 你吃地溝油 它照喝 它照喝的 你可以想象 我们身体里面 这么多细胞 天天喝地溝油 吃垃圾食品 那是怎样来得健康呢 所以你看到 身体很不健康 尤其是癌症病人的面色 是青色的 因为这些就是 反映了我们细胞的样子 如果细胞 细胞 它都是青灰色的 因为没有氧气 我们细胞是需要氧气 但是癌症病人的身体里面是缺少氧气的 这个部位食疗就是帮我们的细胞 充氧气 给予能量 所以根据文献 它对于这些癌症有很明显的治疗作用 在这几年间 在我读者中都不断有信 来分享这个食疗创造奇迹 今天现在随便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读者来信说 我的一位叔叔有大肠癌 化疗无效 肿瘤活有缩少多少 它变得肯衰弱 从2012年4月开始服用部位食疗 坚持戒口 不吃肉 不吃糖 每天服用四汤匙 茅屋之士 两汤匙阿麻子 由环有铺博士的阿麻子 当早餐 下午再服用同样的份量 九个月之后 它的肿瘤完全消失 指数从超过1200到0.2 即癌指数 本来的肿瘤有6cm 化疗不起作用 它的医生经外疗 它现在肯健康精神又开心 希望这个分享能帮到有用的人 好了 如果一个人饮食和生活习惯 非常健康 百分之八的乖仔乖女 但还是这里不舒服 那里痛 那医生呢 检查过之后就说 你没有病啊 怎么办呢 靠我一把口是不科学的 刚才我提到过 生物共振 这是德国科学家发明的 一种检查仪器 可以帮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体 根据这个仪器 我们可以找到 不适合我们自己的食物 也可以找到 适合我们自己的食物 这个仪器 也有调节身体功能的 譬如幽门螺旋菌引致的胃病 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 香港一半人是有这种胃病 最近我也曾经在报纸里 分享过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有一个被医生确诊 有严重幽门螺旋菌胃病的女孩 她去看医生的时候 有肚射 吐黄胆碎 发烧 她本身是一个 吃垃圾食品长大的人 她通常 传统医科 会用抗生素疗法 但最近这篇研究文章也说 很多抗生素已经开始对人体不起作用了 而且抗生素本身 刚才我们说 对这个肠胃造成一种很大的 重大破坏的作用 所以这个女孩 希望不要用传统的抗生素疗法 用一些没有侵性的生物共振疗法 当然也要配合健康的饮食 结果她用了两个星期 就很成功地控制了这种细菌带来的痛苦 我太太大肚子的时候 曾经厌上了一种叫做B型链球菌 B型链球菌 那医生就说她在一个水囊外面 如果不理她 嬷出生的时候 就有可能厌上老莫炎 香港每200个嬷子里面有一个 就得到老莫炎 因为这样得到老莫炎 我太太同样不希望用抗生素 结果在医生的护行之下 就用生物共振疗法 替代抗生素成功灭菌 其实那个医生说 你拿回去吃两个星期抗生素 然后嬷出生那一刻 就会再跟你在血管里面打抗生素 我老婆说 我当时也没有跟医生说 回去就用生物共振的方法 每天睡在上面睡20分钟 两个星期之后 医生说 你再去厌 医生说已经没有了菌 再给他一包药 你继续吃抗生素 我太太说 医生说 我和你坦白 其实我只是一粒药都没有吃过 我是用这个方法的 医生说 这样 你不如这样 通常我叫病人 试一次 你可否两个星期之后 再来试一次 我太太说 好 于是他回家 又做了两个星期 生物共振 回去再试 他的确实没有了这种菌 所以后来 幼儿出生的时候 他也没有跟医生打肯酵素针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这位医生也很开明 因为他也说 这也很好 因为他说 他有很多病人 都希望用自然疗法 去做新的方法 他说你这样试 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价值 他说 上一个月我太太就有鼻敏感 她从来没有试过 可能臭小孩辛苦 就开始有鼻敏感 不停留鼻水 打黑痴 鼻水倒流 鼻膜又经常痕 于是他也是用生物共振 生物共振 先和他测试 发现他身体里面有几种菌 针对细菌和过敏 就设定了调理的程式 做了三天的疗程 鼻水倒流问题 已经没有了 流鼻涕和打黑痴的情况 也减轻了百成 生物共振 最大的好处 就是他非常侵性 他不会去做东西 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不需要吃什么 或者做任何东西 是由机器发放的 一些很和谐的 帮助我们能量平衡的频率 去平衡我们的身体机能 和恢复我们的治愈能力 你看到那些猫 为什么呢 因为除了打人和弟弟哥之外 那些动物都可以受胃的 那些读者都经常耐信 有些狗 最近有些猫很多 他用了些猫做 尤其是台湾 台湾的尼信 就是一只狗 旁肛瘤 磨 磨血尿 后来结了一些 一只狗的血尿 令狗磨尿不了尿 已经有九十多岁了 后来就 用自然疗法 后来就自己康復了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了 这几年来 用天然疗法 改善健康的一些方法 和成功案例 当然也有不成功的 一切都在探讨和完善中 我希望食疗和各种天然疗法 可以填补传统医学不足的地方 作为辅助性的健康条理 最后也要提醒大家 有病要去看医生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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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